全明星運動會第三季 在日前播出的最新一集中 紅藍兩隊進行牽球比賽 輪到藍隊田一寧投擲時 紅隊質疑她的動作不正確 領隊江洪捷也立刻提出抗議 好 田一寧第一次的投擲 還丟的喔 我覺得要求的方看一下 因為這個角度其實你根本看不到 前面一寧到後面全部都是 他們都幾乎都用投擲 現在最大的一個點 他們講了比賽就會停止 我們講的比賽就繼續 不是啦 你們也是要有一點 自己的立場 你們白旗都已經舉了 田徑比賽沒有這樣 我就不想跟你們講專業 因為你們要講專業 這樣是不行的 怎麼會 你一個我們兩個白旗 怎麼會沒有什麼 問題 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賀軍想著丟的標準嗎 田一寧丟的標準嗎 不過最終結果 裁判還是維持原本的判決 讓藍隊在這個項目中獲勝 紅隊成員對此也覺得不公平 表示每次提出問題都沒人理 但如果是換成藍隊喊聲 比賽就會暫停 而節目播出後 也讓紅粉們相當生氣 認為製作單位根本是刻意偏袒 要不要乾脆把節目名稱 改成全明星運動會等等 而在爆發爭議幾天後 9號全明星運動會的製作單位 也在網上發出道歉聲明 並還原當天的事發經過 內容寫到 當時小潔領隊提出抗議 裁判長隨後造極裁判 回放袋子 經過反覆檢視及討論 最終維持判決不變 大會本於尊重原則 也希望所有藝人選手謹記誓詞 並接受比賽結果 微後製剪接時在實境判斷 及篇幅取捨上 引起各方爭議 讓裁判及兩隊領隊 隊員承受各方壓力 這點我們非常抱歉 未來我們會更謹慎 檢視播出內容 對於這樣的道歉聲明 底下的網友還是不買單 剛剛表示這篇聲明稿是提油救火 完全沒有解釋 千求到底是不是誤判 居然把錯都推給剪接 紅隊真的是受太多委屈了 不過江洪傑在看到官方聲明後 也在IG線動轉發寫下 希望大家鼓勵代替謾罵 來為我們加油 藉此也希望能稍微平息 紅粉們的怒火